音樂 各位同學還有各位網路學員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12.2應用電路 我們在這裡面的應用電路 最主要是介紹一個Pump 控制馬達的Pump 那其實控制Pump也可以 控制馬達也可以 那控制燈光其實都可以 只是說這裡他是用Pump 就是馬達的意思 就是控制馬達的意思 那控制馬達的回路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同學請各位學員 拿出你的紙跟筆 一定要學會畫電路圖 所以我們在整個課程中 一直希望同學要拿紙筆 然後學畫電路圖 它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是我們學電路的基礎 所以各位同學一定要拿紙跟筆 畫電路圖 它很重要 好 那這主要整個電路 就像我們這張投影片所示 那電阻的大小可能稍微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那你們各位同學 你們自己在做實驗的時候 稍微調看看 那只是說這個電路圖就是這樣子 那它可以控制馬達的Pump的馬達 就是控制這個抽水馬達也可以 一般在這個控制廠很好用 很好用 那主要是利用光檢出器 產生可以自動停止 那你也可以手動讓它停止 手動讓它停止 那這個回路呢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特殊 其實我如果講原理講給大家聽 然後大家應該就會 那我首先會介紹一些簡單的原理 然後各位同學仔細思考看看 然後思考看看 那就可以知道說 它整個回路的運作 回路會的時候你做久了 你才有辦法自己設計 才有辦法自己設計 好 我們來看一下手動的部分 這個Pump的手動部分 首先呢 忽略光檢出器 我們這光檢出器先不要去管它 我們先來考慮說 如果手動的時候會產生什麼現象 手動 首先呢忽略光檢出器嘛 那有土得之 這個是on的開關 這是off的開關 如果on的開關的話 on一on 這個一on的話 TR R氣熱就電流就有電壓降了嘛 這邊就有壓降 有壓降就造成這一顆呢 會動作喔 有看到嗎 TR3就會動作 TR3會動作 TR3一旦導通的話 這邊電流就從R6流過來 有看到這裡嗎 R6流過來的時候 就造成TR2會動作 知道吧 TR2動作 TR2動作的話 馬達就會左動了 把他就會左動 所以 那如果這顆off掉呢 因為這一顆已經on了 已經on了 所以電流已經這樣流過來了 已經on住的時候 這一顆電流 就一直on住了 一直on住 所以即使你這個on住之後 你再打開 還是一直on住 電流還是一直流動 一直流動 它不會停 它不會停 所以你如果手放開 它還是維持P 還是一直一直動作 因為電流一直流過去 電流一直流過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狀態 那一旦TR2一on的時候 它的幾幾電流 就流進TR3 看到嗎 幾幾電流流進這一顆 這顆TR3 那off開關接通之後 off開關一接通 你看你按下去 一通的時候 這一點就是零 有看到這裡嗎 這一點 零點 零點的話 這一點就零點 TR3就會off掉 TR3就會off掉 TR3 off掉的時候 造成這一顆 TR2就會off TR2就會off掉 知道嗎 TR2就會off掉 這時候 馬達才會off 就是pump才會off掉 所以 手動的時候 你按一下它就上來了 它就開始左動 off的時候 按一下它就off掉 這個很簡單 這個回路 如果以後各位同學 如果要做一個 按下去就on 然後放開它 它還是on做 還是hold得住的話 那你如果說 按off它才off的話 那就用這個回路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回路就可以手動 跟手動的on 跟手動的off 手動的off 這個回路就簡單 看到這裡嗎 可是如果我們中間 掛了一個所謂的 要維持讓它動作的時候 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剛才講過 一on做的時候 它就一直動作嘛 一直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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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紅色部分 是先前介紹的電路 你看這次電路 是不是我們剛才介紹過的 就是在前面 12.1的這個 光點出氣的回路 所以呢 不遮光的時候 tr1 不遮光tr1 就是on的狀態 所以A點 有看到嗎 A點 就是電位接地 有沒有看到 因為這一顆是on A點就是電位接地 這一點就是零點 有看到嗎 這一點零點 A點零點 那當然 tr1 就不會通 有沒有看到 tr1 就off了 那這時候呢 switch開關 off不接地 這時候就是不接地了 這一顆不接地 因為這一顆是離開的 離開就是不接地 所以馬達一直維持在on的狀態 這樣知道嗎 各位同學這樣知道了嗎 就是馬達一直維持在on的狀態 因為它不接地 要等到off接地的時候才會產生現象 好 那什麼時候會自動停止 非常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這紅色部分是先前介紹過的回路 如果tr1遮光的時候 遮光的時候 你看如果遮光的時候 tr1就會off 這一顆就會off 它就off off掉的時候這一顆就不是地線 這一顆就是r4 跟r5下去做分壓 這有電壓降了 這一顆就有壓降了 你看 這個就不接在一起 這個就有壓降 有壓降會造成tr4就動作 這一顆就動作了 這一顆動作造成什麼現象 這一顆動作 這一顆就會做on off 所謂是on住的時候 動作就是on住了 on住這一點 有看到這一點呢 我手指這一點 就紅色這一點 就馬上接地了 有看到接地 接地就是類似這開關on上去的感覺 的感覺 這樣各位同學理解嗎 如果說你不理解的話 再將我剛才那個影片 再重新看一遍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 所以tr4一按的時候 就如同開關接地 有沒有 這一顆動作的時候 這一點跟這一點是同一點 所以跟這一點是同一點 也就是類似off的開關被你關注 就是變成地線點 這一點是地線 這一點地線 這一個不通 這一個不通馬達就會停止 這樣理解嗎 這樣理解嗎 所以這個動作 基本上你先會理解之後 然後將這個動作點 理解 然後量看看每一個量測的電壓點 是不是跟老師講的一樣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整個狀態 整個狀態 好 那請大家接著 跟著我們接下來的影片 然後實際的動手操作看看 看馬達是不是 因為光遮到它就會斷掉 然後手按它也會斷掉 這個非常的簡單 請大家始作看看 各位同學 各位網路學員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開始介紹一下 第十二章 應用電路的第二個 那我們這一章 最主要是講 控制馬達 也是控制Pump 我們在外面就是講Pump 其實它就是一個馬達 我們就把它換成馬達 我們把它接馬達來控制馬達 好 那控制馬達最主要是利用光檢出氣 產生自動停止 那也可以手動停止的一些動作 各位同學 這個電路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般在手動控制 自動控制 還可以自動光檢測到的時候 它停止 在這個裡面 在一般的流體 還是在一般的 這Pump的控制 它非常的重要 馬達的控制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都非常的重要 好 那各位同學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回去 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也就是說我們 剛才講的影片 的一些內容 因為我有講說 手動自動會產生什麼現象 那我們在做這個實驗 我們就會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只是簡單的講一下而已 那如果說上一個影片 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在手動的時候 這個電路我就會詳細的介紹 就想 好 我們來看一下手動的部分 手動的部分 一按下去的時候 馬達就會動 然後我們手動部分 我們先就忽略了所謂的 光檢出氣 然後來知道說 這幾個電晶體 123 三個電晶體 分別的動作是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如果說 如果先忽略光這段氣 有土德茲開關按的時候 TR3就會按 TR3就會按 所以機級的電流 開始流過R1 然後TR3 R7 就會經過R7 那TR3 導通的時候 就會使得TR2按 次時PA 就開始動作 馬達就開始動作 所以我手按下去 馬達應該開始動作 這很簡單 我們手按就開始動作 有看到嗎 這裡非常的明顯 這個就是把它OFF掉 有看到嗎 然後 第二個 當TR2 一旦ON做的時候 機級的電流流經TR3 OFF的時候 就會接地 類似它接地 就是強制它OFF 強制造成TR2OFF 馬達就會停止 有看到這裡嗎 這裡就是ON 這裡就是OFF 所以 各位如果說 用電晶體 其實就很容易控制這兩顆 有看到ONOFF ON OFF ON OFF 可是這種ONOFF 只控制ONOFF的馬達 其實很簡單 只要做開關就好了 可是我們裡面有電晶體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要光檢出 檢出到的時候 我們就要讓它停止 也就是說 各位同學如果未來 你在做所謂的水位控制的時候 平常馬達就是ON 然後Pump就會一直動作 那我們也可以用手動關掉 那也可以說 它自動到了 它自動關掉 我們再來看一下狀態 好 那如果是看一下 我們ON下去的時候 就一直維持ON 有看到嗎 馬達一直轉動 OFF的時候就OFF 好 那接下來我們ON住之後 我現在來把它遮光 因為我們裡面有遮光的元件 遮光 遮光的元件就是在這裡 有看到這裡嗎 就OFF掉了 就OFF掉了 好 那一放開就OFF 一放開就一直維持OFF 因為光已經到了 好 就是說我水位已經到了 就是OFF掉了 然後要等到我再按下去的時候 它才會再ON 那 等到水位又到了光遮斷去 又遮斷的時候 它就OFF掉了 那我如果要手動斷掉怎麼辦呢 手動斷掉很簡單 就是手動按斷掉就好了 手動按斷掉 這個回路呢 基本上 在很多地方都用得到 都用得到 那各位同學 你們不只在做這個回路 你們一定要去分析 再分析 那如果不會分析的話 你們再看上一張影片 就是 第12章的這個影片 就可以知道說 那這個狀態是什麼 然後去量測每一個點 你看我這邊ONON 這邊ONOFF就很容易 所以我再做一遍實驗給你們看 這個很容易做 好 那我把它遮斷掉 我看我把它遮斷掉 就可以知道是斷掉了 然後這時候 不管你怎麼樣 就是停止的狀態 因為水位已經到了 那什麼時候才會在OFF掉呢 等到 又低的時候 又再ONON的時候 才會再ONON 看到這裡 看到嗎 所以 就OFF掉了 就OFF掉了 你即使離開 它還是OFF的 怎麼樣都是OFF 怎麼樣都是OFF 所以ON的時候 所以 你在水位控制的時候 就很簡單 因為你一開 水開始打了嘛 然後一直升高升高 那你就不用擔心 你人離開了 它也不會超過你的水位 因為它的馬達就會自動OFF 這時候你要強制OFF 你還沒有到要OFF 那就是 類似就這樣OFF掉 那我們再做一遍實驗給你們看 你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這實驗大概就這樣子 那用的馬達不需要多 電力不需要大 大概5V左右 那各位同學 就可以買一個小小的玩具馬達 然後來試看看 電流不要吃太大 電流不要吃太大 那用電晶體 就可以把它構成這樣的 很漂亮很漂亮的一個控制回路 那這回路呢 基本上用的地方非常的多 把它記下來 然後把它畫下來 把它分析看看 你就可以了解這整個回路的應用 那請你們親示 動手做看看